前些日子一对老夫妇来找我,说希望我能帮他们看一看女儿的姻缘。 他们有两个女儿,小女儿早已经结婚,但是大女儿三十多岁了,还没有对象。 我拿到八字一看,她是更生日,主生于严冬的丑月,金寒水冷,伤官透干,代表这个人有一种傲气不羁的性格。 这种性格是不利于姻缘的,既以火为关心,关心即丈夫,但是他命中火却弱,急需火望来暖身。 所以他迫切的需要男人,所以一开始就会去主动追求一些男性,以至于可以主动的现身,他是为爱可以牺牲一切的人。 但是多年来,他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去结识异性,但最后都没有修成正果,到头来就有点心灰意冷。 后来老夫妇又谈起了妹妹,姐姐和妹妹相比,两个人是天差地别。 正好相反,妹妹结婚好几年了,结果身边还是不乏有追求者。 我就又看了一下妹妹的八字,就发现原来妹妹八字当中带有桃花。 这种桃花是对异性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种命格,命中官杀混杂,又有墙外桃花。 这种八字的人感情丰富,但容易有婚外恋情。 伤称八字算命,不同的算命师傅因为水平不同,推断的结果也会有差异。 如果你有什么困惑,可以关注极瑞大师的朋友圈。 极瑞大师五代命理世家,可语音或视频详解你的财运婚姻。 从命书上来看,不论是男命还是女命,如果桃花星在年月柱,就称之为墙内桃花,表示夫妻恩爱。 如果桃花星弱于石柱,则称之为墙外桃花,顾名思义就是红杏出墙。 在八字命理当中,帝之就是夫妻宫,夫妻宫的吉星直接影响姻缘。 女命以关星为夫,如果关星出现在夫妻宫,就说明这个夫妻缘分很深厚。 如果是日元和关星出现同阴或者同阳的五行,就是偏伏星,就表示女性有机会嫁给比她大六岁以上,或者嫁给比她小的丈夫,这就是偏伏星。 比如夫妻宫,如果是毛,年之,月之,或者时之是有,那么毛友相冲,夫妻的感情就不稳定,或者会产生隔阂,有据少离多的现象。 一旦遇上行客大运或者是流年,就有可能出现分手或者是离婚的结局。 所以啊,人各有命,早婚并不代表永恒,晚婚也并不代表不好,好事不怕晚。 所以啊,我劝老夫妇耐心等待,这个姐姐的下一个大运是财生官杀的喜神望运,到时候啊,肯定就会有他们比较满意的女婿找上门来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